大家好 歡迎收聽到網向快捕 今天錄製文的日子是2019年9月18日 有位紐西蘭的義德投養 也在澳洲的珍B師 大家好 馬來西亞馬來勁 大家好 以及加拿大加餐室 大家好 節目開始之前剛聽是給個like 最好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一些小臺 順便繼續撞下這個中立模式的力量和舒陽 和平理性的聲音 好了這一節回來講回有個香港的議員 這個人真是很衰假的 經常就是亂說24的 他講些什麼呢 就是這位楊岳橋議員 他批評消防署 亂修改他的記錄 有多次修改 而此將受傷者10名 改成7名 是的 還有他在記者會上面 又圈了那些 又紅色又黃色又綠色的 圈了那些雙籍的名字 分門別類 批評消防署職員 是否有心隱瞞這個831當日所發生的事呢 那好吧 去到昨天 昨天就開始說消防署也開了記者會 其實就沒有批評給一個 只是說坊間有些謠言說 消防署去修改記錄 對市場說有所隱瞞 就解釋其實就不是的 只不過當時的記錄 一般他們都會寫過一次之後 其他人過一段時間 去檢查之後 也都會再補一些 或者再修改一些修正 那這種修正呢 一向是他們一向的做法來的 那很明顯的是這個楊岳橋 乘機這輩子又散播謠言 說將這個消防署打去 打去和這個所謂口中的黑警 之類的東西打去 就是將政府或者林鄭月娥 所說的可能的陰謀 就是這樣誣蔑消防署 大家怎麼看啊 這位楊岳橋 他們的目的都不過是 要全面打擊政府歸信 要告訴人們 政府是一個邪惡的政府 首先可以告訴美國人 他們全世界聽 總之香港現在是一個邪惡的政府 你打壓他們就對了 我們要做大陸黨 無論你是什麼 只要牽涉到831這個謠言 他們都會做 他們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說你一定要成立到 否則我會將這個謠言變成真 謠言說一千次 陰謀論說一千次就會是真 總之 你要闢謠嗎 就答應我了 做這個什麼獨立調查委員會 但是你們已經失信於天下 那樣東西 你們開除說不可以 政府或撤回 你們不肯收檔 又加翻一項 要未登天子 為先制殺人 都要趕走警察 你們根本就想把香港變成烏克蘭 香港不會一下子變成烏克蘭 但是會一層一層被陰桿 因為你們不停地用不守信脈 就是這樣 先制裁 其實我覺得這位楊先生 如果改變的話 是按照正常的項目去做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 家產 我 都叫做在政府做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有 adjustment 明白嗎 叫什麼 中文叫做 調整 就是有什麼錯誤 它會改 或者correction 其實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項目去做 有什麼問題 是嗎 錯了是改劃 有時候是 estimate 就是估計的 後來它變得很 accurate 就是很準確 就是很準確 它就改回個數 如果你覺得它有錯 如果你覺得它有錯 你就應該是 執著它的那些條例去做 你現在開個記者會說幾句 無非就是想給壓力 給任何的紀律部隊 因為 因為好像有些網台那樣 散播謠言 消防都已經幫警察說謊 對嗎 其實是不斷地把全部紀律部隊 把他們 和市民對立 沒錯 把他們的credit全部拿走 全部拿走 這些 其實因為紀律部隊 其實就是一個 叫做什麼 強力部門 按著大陸的說法 叫做強力部門 如果連強力部門的 叫做威信 或者威望都沒有迷 其實政府是特別難做的 其實他們就是一步步的推過去 無論連登 就是叫做拆大台 拆大台 拆大台 拆政府手手腳的 每一個部門都要打擊你 無論醫療也好 消防也好 警察也好 總之就是要打擊你 他們是兩條線的 有沒有發覺 你以前不是說他們是兩條線的 其實 這群議員就代表和理非 用他們手上有的公權力 可以開記者會 或者用他們的叫做 叫做 叫做什麼 叫做 Propaganda 是的 或者他們有的叫做 社會的眼球 去削弱他們政府部門 之後下面那群黃蟲 我再說一次 黃蟲是 黃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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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下面那群黃蟲 或者可以說 有些暴徒 就用這種叫做 威脅 起底 暴力手法 去把普通的支持政府的人 令到他們恐懼 不敢出聲 其實他們是可以說 由下至上 由上至下 都不斷地用這些招 所以現在整個政府 都是幾乎我這樣說 都是在溫的 都是在溫的 但是 是在輸著 在輸著血 但是 我覺得 其實醫藩都很長時間 他們目的就是 總之 其實他們 始終到最後 他們說不出那一句 就是說 你要重掃你的公信力嗎 讓我選進去政府呢 讓我進去政府就可以了 他們說不出的 他們現在就是在等著 總之他們現在就是要 和你政府拆骨 民無信不立 他就是要 你所有的公權力 唯一一個辦法就是 第一 你要立緊急法 緊急法是最重要的 被禁止所有面罩 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要做 是很公平的 但是 政府不做事 不知道為什麼不做 連臉酒 都不敢 歐美政府 法國政府都是這樣做 不要說什麼 我當你香港政府一向是崇洋 人家外國做什麼 你做什麼 歐美政府都做 當人家噴你為什麼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會說 沒有事情比你們都這樣做 為什麼我不可以這樣做 對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他不這樣做 你不要告訴我 你要等到立法會開你才做 是完全不合理 嗯 所以 我這樣說 其實 就算被他們選到進去 對 他們都會再要求更多更多 到不合理的程度 對 對 對 所以這個社會是 如果你到了很民粹 當然他們說 他是民主選出來 但有時候他們 現在就是操控民粹 老實說 整個運動都差不多是民粹 對嗎 對嗎 嗯 沒錯 在這種民粹主義之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南美洲很多國家 他們很多左派政府上台的時候 就是用民粹主義上台 但是他們上台之後 整個國家更加的造高 甚至說 搞到一共三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想阿根廷應該是個例子 其實阿根廷在 我沒有記錯的 一九零 即是一九零幾年的時候 其實是世界的經濟排第六 因為其實阿根廷是很多 礦產和牛羊 他們的樣子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還有那些大豆 當然中國是在幫他們買 準備 其實那時候 還有很多貴金屬 我沒有記錯的話 大家都知道現在阿根廷 其實都交了這麼多年 接近 就是民粹主義 其實這些 好像叫 有個名詞 是不是叫拉丁美洲化 還是什麼 好像是 其實是被這種民粹的 他們是左翼政府 現在香港可能是說 是被右翼民粹夾死 其實最後 左翼這種極端手法 都是令到一個地方 回不了身 沒錯 你左翼民粹 左翼民粹 就 就分了錢 分了錢 右翼民粹 就把所有人都趕走 是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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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最後 大家的經濟都 run 其實所有東西 最後都是講經濟 就算你說民粹多麼厲害 如果你的經濟是持續不下去的話 這個政權都可以 都是崩去邊 民粹就是打擊經濟 他們不知道 他們都以為是保護自己 不是 保護他們的席位 是保護自己 只是保護自己 保護政客 保護政客 不是民粹 對 對 保護政客的利益 其實 其實 其實我在其他的 好像在網上之下 我都講過 香港會變成阿根廷 我不知道 我不敢這麼說 因為香港的底子是厚一點的 還有做的東西不同 以前阿根廷都是靠物資的出口 即是他最強盛的時候 香港是做金融業的 但是金融業也是很嚴重 因為它沒有實體的支撐 你物資的話 起碼你都是買到一些東西出來 即是好像 他窮也都是有些東西可以做出來 是不是 其實這些叫做 第三產業 盛世時候 這些是存錢的 但是如果 等於你動蕩時候 是不是這樣說 我動蕩時候 黃金價會好些 是不是這樣 是啊 沒錯 貴金屬會 所以 我不是很懂經濟 如果有什麼 大家只靜我 剛才我說的經濟 可能錯 但我感覺上 會變成第二個阿根廷 那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會 未至於 因為背後有中國 看著 但是就不浮以前 我覺得國際金融地位 是 是會沒有了 是 人家倫敦人都說明 其實這個都很諷刺 就是否決這個 這個港交所 說收購 倫敦 是不是 倫敦證券交所 我不知道全名 所以 但是它說明 我們 比較和上海有興趣 這句話 其實都傷害了很多人的心 老實說 比較重視上海 這句話 其實應該傷害了很多 黃蟲的心 是啊 其實我覺得很正常 你說有什麼理由 有一個前殖民地的交易所 會收購中主國的交易所呢 是 不要說傷害到香港的心 連中主國 他們自己都 酸 酸 酸 是不是 是 前中主國 是 前中主國 前中主國 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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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覺得很搞笑 為什麼會有的呢 我覺得 他怎麼看出來呢 真的 我想說這句 真的 好了 這節都差不多 謝謝大家 好了 這節都差不多了 可以